主委員到底在想什麼 那猴跟郭 我先問第一句話就是 你也覺得那個態勢 包括全黃建人所有這些 就是在講說就是猴了 沒有郭了是這個意思嗎 我也持這種看法 我也持這種看法 其實我覺得一件事情 剛才鄭浩講到一個人是重點 叫柯智恩 那為什麼 柯智恩是智庫的執行長 對 智庫向來就是在做民調 負責民調的單位 在國民黨內就是智庫 所以你說他講那個是因為他看過民調 就是智庫 第二個 520最快520到6月18 這一個字 最快520這個字詞 我第一次聽說是從朱立倫跟某人口中說出來 最快520 最慢只有6月18號之前 所以我之前一直說是5月中到6月中 這一個月都有可能隨時就徵招嘛 所以柯智恩的說法 其實會比較接近朱立倫的規劃 所以我說特別就是說 鄭浩厲害是把柯智恩抓出來 第二個就是 因為大家都沒有想到智庫執行長 尤其遠在美國 講的這一段話 因為我本來是想到 因為正好以前是在 在國民黨裡面 你說是核心幹部這些 他們知道那個運作的方式 這次是不是在尋這個 但柯智恩你剛提醒他 智庫是專門負責這些的 智庫在負責做民調的 但是我問一下智庫 連勝文現在是副主席 是他有簽智庫嗎 智庫基本上就只有董事長跟執行長 還有還有一個 朱立倫當黨主席智庫不會有連勝文 智庫以前是連家的 然後所以我在講 因為連勝文大家覺得他的用字簡詞 對郭好像比較友善 然後智庫裡面還有一個人也是也是 朱立倫百分之百的人馬 就是現在主發會的姐姐 徐玉寧以前是朱立倫的 新北市的秘書長 他現在是在掛智庫的副執行長 妹妹就是在主發會當主委 所以智庫基本上柯智恩 我覺得認為以柯智恩說的為主 因為柯智恩那個角色比較不一樣 第二個就是說 你說開始做民調的過程當中 今天如果做民調只擺侯友一個人 對嗎 還要做嗎 那做什麼民調 就不用做了嘛 對不對 所以你說第二階段範律 那個整合泛藍的時候納入 郭台銘就是一個笑話 因為你民調一定是這兩個人擺著做嘛 你不可能你不可能你從頭到尾說泛藍裡面 我第一階段泛藍我做國民黨的 所以我民調只做侯友宜 那還要做什麼 那你直接進入第二階段 侯友宜跟郭台銘做民調就好了嘛 所以他的民調大概最後一波 就是說預定的最後一波是做到四月底 四月底 因為現在一直在弄就對了 對他是他是做一個類滾動式的 反正現在國民黨什麼都類了 類滾動式的一個民調在在座觀察 他要做到四月底啊 所以如果四月底OK晚的話 不再做的話就會很快就會接近於 五月那個提名的過程 所以現階段你說做到最後 我所知道國民黨裡面的民調裡面 他們做的滾動式目前為止還是猴領先 還是猴領先 所以才會有柯智恩那個說法說 不然你一個月把我翻過去啊 他四月九號講的嘛 其實他們是預定要做到四月底 四月底嘛 所以那個柯智恩的那個說法 你就知道說他是符合 國民黨現階蛋轉運作的方式 所以柯智恩說的比較準 那昨天黃建廷那番話 你覺得是朱立倫受益他刻意這樣 因為大家都說他也不是小白兔嘛 怎麼 裴先生講 你不可能三段論 你講了一段 然後到了下午才去補三段 是刻意就只是要去用這個方式嗎 但這個方式講出來以後 那未來後果會怎麼樣 我覺得一件事就是一個人碰到了 是一個那當時是疫警消公務嗎 有個警嗎 可能就是侯友宜警察出身嘛 就一不小心看到了侯友宜的以前的同事 不小心把真話講出來了嘛 講出來以後後面就開始要隨著朱立倫的三階段 去圓第一階段嘛 我覺得我們跑政治這麼多年 我們對於政治人物第一時間說出來的話 我們都比較傾向於是實話 暗中出狗 第二階段的說法 基本上都是圓第一階段的實話 知道這個事情惹大了 所以再圓一下第一階段的說法 否則我就說 那你國民黨第一階段 你做民調就擺侯友宜嗎 不可能嘛 對不對 所以你一定是管理國民黨內或是泛藍裡面 是一併做的嗎 就你們如果有跑民調 就一定最少要有兩個人 一定擺進去做的 不然擺誰 擺盧秀燕嗎 不然擺誰 擺韓國瑜嗎 那風險可能很大 擺盧秀燕擺韓國瑜嗎 不然你跟誰 你黨內裡面你的比較到底是 你的互比是誰 只有侯友宜一個人嗎 所以你說第一階段 國民黨第二階段斷藍 怎麼可能 這兩階段一定是一起做的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看民調的時候 不管哪一個機構做的民調 包括正傳媒的民調 他裡面細部分析都有一個 國民黨傾向跟泛藍 那個民調一做出來 泛藍跟國民黨傾向 一看就知道 答案就出來了嘛 對不對 這還要 這還要檢視什麼 還要做兩階段 第一階段 國民黨內 然後第一階段的民調 回答者 僅限於國民黨黨籍嗎 第二階段說 第二階段做的民調是說 僅限於支持泛藍 其實民調都是做全民調啊 沒有人在分什麼 我只問你 你是國民黨籍 你才能回答這個問題 當然沒有 不然在第一階段 不然你黨內怎麼來 第一階段 所以我說從頭到尾 哪有分那麼多階段 民調就只有一階段 你做出來的時候 結果是怎麼樣 就很清楚 那你另外說 我們說民調出來 其實你說什麼直話 什麼什麼一大堆 那就是剛才說的嘛 對不起好不好 我是會議的主導者 我是會議的最後仲裁者 不然只有民調的話 就像你說的 我是私疑啊 私疑就拿出來就說 哎 各位公布今天投票結果 多少人多少人 謝政府律師勝 那我幹嘛 我就只有念這個嘛 我主席 只做民調的話 那就只把民調拿出來 你也念就結束了嘛 就林俊仁委員每次都講 對啊 主委員要有他的價值在 所以直話下去以後 就告訴你說 民調也是參考 其他東西 這一部分是人為因素 仍在決定 今天林俊憲 林俊憲問證成績打加三分 然後那個誰扣三分 然後人家問他說 你什麼評比 因為他說的符合我意 黃創下說的不符合我意 這個就是完全是一個主觀的標準嘛 好吧 如果